这是昨天晚上睡觉以前活的让他喝 根本就不喝 活了一百毫升 根本就一口没劲 就是放在嘴里边玩 并不是说不给他喝奶粉 他不爱喝 是你得慢慢练习他 也练习 但是你想他吃完饭了之后 他肚子里边有饭 他吃饭吃的多 他就不想喝奶粉 他进不去 再就是说 大家有没有觉得 有一些小孩他就不爱喝奶粉 像我儿子小的时候就不喝奶粉 小的时候也不是说 不舍得给他买奶粉 我都 我儿子小的时候 我都拜托我日本的朋友 从日本也是游的这个 日本的奶粉 那时候他不爱用水祸着喝 他想用那个 吃干粉 他想吃干的 我也想要不让他吃干的吧 也行 吃点干的 再喝点水也行 但是后期因为我上班嘛 家里边头件也不好 我也得去上班嘛 都能在家哄孩子 就拜托他爷爷奶奶帮着看孩子 谢谢你 他知道把锅给弄出来 从什么吃樱桃 嗯谢谢 对 这个是垃圾 要妈妈要丢了它 等妈妈去把它丢了它 你吃吧 那时候让他帮忙 爷爷奶奶帮忙看孩子 爷爷奶奶就觉得奶粉 也不是好东西 怕里边有一些不好的成分 也不让我儿子喝 就干的也不给我儿子吃 我上班以前吧 我还弄个小碗 出来的干粉 就是干的这个奶粉 放在碗里边 让我儿子 就当零食那么吃 干等我一堵上班的时候 他爷爷奶奶就藏起来了 不让我儿子吃那奶粉 怕对身体不好 奶粉里边有一些不好的成分 说是像牛 牛 牛 牛奶 说牛奶里边也有一些不好的成分 就包括里边什么有机 什么素 牛 牛又吃 牛身体吃药了 牛生病吃药了 或者牛啥啥东西的 把锅儿吐出来 真棒 真棒 把里边的锅吐出来 这个锅儿不能吃 要把里边的锅儿吐出来 吐出来 吐在这个碗里 把妈妈去丢了它 对 这个锅儿不能吃 真棒 锅儿不能吃 要放丢 真棒 吃樱桃的时候 有锅儿的话 一定要把锅儿给吐出来 不能吃 所以家里边就这么一个孩子 咱都是这么想的 能吃的 好吃的东西都给他吃 好喝的东西都给他喝 只要他身体好 他想吃什么东西 能买的都给他买 就包括超市里边有这种东西 喝的东西 超市里边喝的这种东西 哎呀 也是 这个也不便宜 其实这一袋 得十块钱 将近十块钱左右吧 应该是 这一袋 嗯 这一袋 但是他爱喝 不过这里边写的 从一岁开始 有几个月开始 有一岁开始的 就爱喝这个东西 里边有蔬菜 里边有蔬菜 有水果 你看这个都是 你先吃草莓 你看一拿什么东西 他就得 他得得要着 有的是蔬菜 水果有百分之百的 有百分之 这个是没有果汁的 是补充水分的 但是 但是就是写了小孩 一岁之后 就可以一直喝的这种东西 所以就给他买了嘛 家里边就一直会 背着这个东西 不管出去玩什么东西 都会给他 拿着 像这个就是说 小孩 婴幼儿用的 婴幼儿用的饮料 里边是补充水分的 这种的 这个就是补充水分的 没有啥果汁 你看看 这个呢 这个就是 我们这的一种饮料 这个是补充钙呀 什么维生素 一边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买了很多 超市里边有的 我去超市以后 就是超市 人家架子上 是这么摆的 我都每样给他拿一个 只要他爱喝的 每样我都给他拿一个 这个呢 他就是蔬菜果汁 这个是 果汁70% 蔬菜汁30% 所以等于100% 这种的 就是蔬菜和水果 弄的东西 反正各种各样的 超市里边有的 我都给他买了 都买了 并不是说 不舍得给他花钱 他爱吃的东西 都给他吃 还担心他 他的维生素什么 要补不上去 他给他买的这种 补钙补维生素的 日本的这种东西 里边是这种 糖果的这种 这种东西 一天吃一个 不要拿这个东西 这个放进去 这个放进去 拿一个 拿一个 吃吧 一天就给他吃一个 不是说每个孩子 断完奶之后 他都愿意喝奶粉 都喝 就一瓶子一瓶子喝 其实有时候你想 他喝奶粉 喝的多了也不好 喝多了 光喝奶粉 大家有没有 听身边的朋友 小的时候 就光喝奶粉 不怎么吃饭 因为他喝奶粉 喝饱了 他就不爱吃饭 我闺女可能就是 吃饭吃的多了 一共胃那么小 吃饭吃的多了 他就喝不进去奶粉了 像我小弟家的孩子 闺女儿子 小的时候 就是喝奶粉 基本上就一瓶子一瓶子 造不怎么吃饭 不怎么吃蔬菜 不怎么吃饭这种的 就是喝奶喝的多 我闺女就是 不怎么喝奶 吃饭吃的多 吃水果 吃饭吃的多 好了就放起来 你先吃吃饭 吃完饭以后再吃 好好拿着 被撒了 这是你贴的呀 铁了到时候都是 这是什么 是个小老鼠吗 小鸟 大象 大象 一铁了 昨天他爸回来 高度 别往这铁 前两天网上有卖便宜衣服的 我就给我老公买了几件 打开看看是啥样里边的衣服 你别给人动 你别动 妈妈给弄 哎呀 感觉质量不是很好 便宜就是便宜 这一件还凑合着吧 反正不是什么绵的 什么锯质纤维 这一件也是 当时有远不知道好好不好 感觉我老公穿着不能好看 这一件感觉 穿着不行 年轻的小伙子穿着 可能能穿着那个味 这件更不好 这件是对不好的一件 锯质纤维的这一件 锯质纤维的这个 一点绵都没有 感觉不好 这个不好是不是 是不是不好 好不好 是不是不好这个 我们现在要去地里边 找我老公 然后去之前先去超市 给他买点饭 上午就打电话 问他在地里边 他现在在地里边 好像耕那个水稻田 用那个新买的机器 这个耕水稻田 就问他 你午饭怎么办 我老公就问我 你怎么办 你来还是不来 其实他每次就是说 他其实想让我去 去地里边 找他呀 玩什么 哪怕就是不干活的旁边 和我闺女俩 在旁边说说话 聊聊天也挺好的 自己一个人挺孤单的 但是他从来 不要求我 说是 哎呀你来地里边 给我送饭呢 还是干什么的 我闺女俩的 我闺女刚睡醒了 睡醒了给他换了把衣服 我们就现在就开始往地里边去 其实中午一块就打算带我闺女去 但是一想吧 我闺女昨天就在车里边睡觉 睡午觉了 就觉得孩子也是挺可怜的 挺遭对的 所以今天就想让他那个什么睡晚午觉 我们再一起去地里边 我老公那块也是 我说了你要是饿了话 你就自己去买饭 但是他这个人吧 也是一干活吧 也不知道饿什么的 也不去买饭 就在那边等着 我给他买点饭什么的 给他带回去 我闺女醒了 我们就早点去超市买点 去买点饭 你都弄洒了 你把这种子都给妈妈弄洒了 是不是 是给妈妈弄洒的 我们去买点饭 给我老公送饭